老不老,健肌,抗衰老 預防衰老和肌小症,營養 營養不良與衰老 是與肌小症的出現和惡化息息相關的 要預防和治療衰老和肌小症 需要關注五大飲食重點 第一,攝取足夠能量 食物,為器官功能和肌肉活動提供能量 確保可以攝取足夠能量的策略,包括有 建議進食三餐和餐與餐之間進食零食 給長者有足夠的時間進食和給予鼓勵 遵循健康食盤,達至均衡飲食 飯前和用餐時避免喝水 使用天然調味料增強味道 例如薑,大蒜,洋蔥,蘑菇和香草 提升用餐的體驗 例如播放音樂,注重食物擺盤和種類 和其他人一起用餐 盡量多些運動,以刺激食肉和幫助消化 第二,最佳蛋白質攝取量 蛋白質是肌肉蛋白質代謝的主要調節劑 長者,比起年輕人,需要攝取更多的善食蛋白質 而患有慢性病的長者,比健康的長者 亦需要攝取更多的善食蛋白質 但是,高蛋白攝取的建議 是不適用於患有嚴重腎臟疾病的長者 有關人士,應該尋求最佳蛋白質攝取量的醫療建議 基本原則,是每餐攝取25至30克的善食蛋白質 大約是手掌大小的份量 這樣,比起單一的高蛋白餐更好 蛋白質的成物來源包括 瘦肉、家禽、魚、海鮮、雞蛋、牛奶、豆漿、豆類、豆腐、泥物和堅果 體藥的長者,若出現體重過輕 或被診斷為營養不良 而且未能通過營養強化,來增加善食攝取量的時候 就應該考慮,並且尋求關於口服營養補充劑的專業建議 第三,維他命D 維他命D,對肌肉的力量和平衡有積極的作用 你可以透過每天接觸15至20分鐘的陽光,來獲得維他命D 食物來源包括蛋黃、油性魚類 例如,三文魚、青魚、甘瘡魚、大啡菇 營養加強食品,例如牛奶、豆奶、早餐麥片等 第四,Omega-3脂肪酸 Omega-3脂肪酸具有消炎的特性 它可以增加肌肉的質量,並且改善身體的機能 鼓勵每個星期攝取兩份 即是總共大約240克油性魚 以獲取足夠的Omega-3脂肪酸 第五,地中海飲食 地中海飲食可以降低衰老,功能障礙和認知能力下降的風險 我們應該多些進食蔬菜,豆類,水果,堅果,全穀物,橄欖油 以及進食適量的魚,海鮮,加琴,雞蛋,奶製品 我們應該限制紅肉,加工肉和甜食的攝取量 食物代替品貼士 將每餐的綠色蔬菜,改為兩至三種不同顏色的蔬菜 將白米和麵包換成至少一半的全穀物 例如,加入糙米,泥麥,燕麥,大麥,橋麥,小米 全麥麵包和意大利麵 以水果或乳酪代替蛋糕或蛋撻作為零食 以堅果代替餅乾作為零食 去酒樓時,由於每個星期應該進食兩次魚或海鮮 你可以選擇蒸靈魚球,代替蒸鳳爪或排骨 除了注重營養之外 運動對於餘防衰老和肌小症都很重要 點擊我們的運動影片,跟我們一起做運動吧! 如果想獲得更多免費的護老資訊 就來我們的網站、Facebook和Youtube頻道看看吧! 在走之前,記得按讚和訂閱我們的頻道吧! 去下一次! 我們下一次下一次! 我們下一次!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